学IT 拿高薪就来千锋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灵源入学 两周免费试听 这个大家现在想一想 我们讲完了这个指令之后的话呢 指令都完事了 当然还有的指令咱们后期再去讲 好 咱们看一下啊 这个位杆啊 还有这个位杆棒的 每次敲呀 有人会觉得说 挺烦的 这个位杆这个指令敲起来挺长的一个单词 在这他给你提供的这样一个写法 叫塑写方式 塑写 这个写法完全没问题 然后你也可以形成这样的写个写法 把位杆棒的给干啥呀 省略调 直接留上冒号 冒号就行了 冒号class去 冒号一点点留 你要连冒号都省略调 这是打门子写法的 这不是之前的写法的 冒号不能省 一刷音之后这个效果的话呢 是一样的 一样的啊 千万class已经高粱显示 完全没有问题 好 这是这一个 也就是说你可以认为 属性绑定 位杆棒的这个 可以给转换成这种写法 啊 有人要看我这个文档 或者上课没有好好听 啊 睡了一小会儿 问我说 客人这个箭头函数是什么意思 怪我你知道吗 我不应该用箭头函数 我跟人撞的 对吧 这个箭头函数 这个箭头函数 我这箭头函数写的挺好 好 问我箭头函数什么意思 好 你别跑路 别跑神 这个位杆 就可以搜索上按的符号 这个写法 搜索上按的符号 所以在这我那个时间绑定 就我留着也行 对吧 我对比一下给你 这个叫click 这个请click2 这个叫click1 这个叫click2 那这个缩写怎么写呢 按的符号 哎 按的符号 对吧 你不能这样 你这样来说 它就变成属性了 所以叫按的符号 所以世界二绑定的缩写方式 是按的符号 这个位杆棒的缩写形式 是直接把位杆棒给写 删了 留一个冒号就行了 这样刷清完之后 整个的效果来说的话 一点不太差了 点击这个 哎 成功 点击这个也成功 哎 怎么来 都没问题 啊 包括这个 验证的也好用 因为两个都好用 它能不好用吗 好 再一个 接下来 咱们来干一件事吧 对不对 大家说 我 那行行 我刚才说 没有缩写了 没有缩写了 现在就等着你 加入到这个VUE中 啊 跟他们一块抽个烟 然后的话 给他们想一个缩写方法 啊 啊 啊 那有几个老头 他们在喝酒的时候 他们想着说 哎 啊 要是你觉得也不行 有几个老头 他们在烫头的时候 他们想着说 可不可以这样 反正 有几个老头在吃饭的时候 他们想起来 反正怎么对对 这个老头的角色 要不然你说 E4M标准 是怎么被创建起来的 对不对 反正就得有这么个事 你得给我这么一个事 让我给 把他们给穿在一块 呀 你不让人洗脑 不让人烫头 活不活了 啊 好了 咱们 咱们在这块的话 来做这样一个小例子 啊 啊 因为大家说 我学了这些东西之后 对吧 我能干点什么呢 对吧 啊 大家讲这咱们刚开始学 不要着急 去做什么大型项目 呢就 你至少可以做一个 非常简单的一个 留言板的一个项目 啊 大家说我直接学员成DS 我也做过这个东西 你肯定做过这条东西 有人叫留言板 这个功能 哎 在这块 比如说这一个输入框 这个输入框 这个输入框的话呢 你在这块 可以写东西 一一 啊 我就留我第一条留言 右边有的是发表留言 这样一个按钮 有的是直接按回车 都可以 一点一下发表留言 一一 创建在下面这个列表中 再留言 改成222留言 啊 那点大家已经知道 这个效果了 再点击这个按钮之后的话 222也会创建在这 然后再点击333 就再发表条新的留言 叫333 这条留言 啊 你可以认为 这叫留言功能 你也可以认为 这叫 图度类似的 这个功能 代办实现 我在这儿 我在这儿今天要学习 图游一 我明天要学习 react 我要今天办 代办实现 一点一下之后 添加 添加添加添加 出来好几条 我能添加 我就能 删除 我在右边这会儿 还有小按钮 每一行上都有一个 小按钮删除 大家可能说 我今晚有小checkbox 可以选中的 那都一样 小按钮 那这样我有一个 小按钮 小按钮 一点之后 删掉这条 删掉这条 你这样一个项目 或者这样一个 小的实例 你打算怎么来做吧 说吧 有什么思路啊 你这家伙就自学了 怎么着啊 很喜欢大家的这个坦诚 把把他弄出去 挺好的 在这块的话呢 咱们可以一点点 来分析一下 有很多同学 想到了说 你看坑了 一点点在这创建 我觉得我们应该 用动态创建和删除 因为大家想了 你们讲了这说 动态创建 是用微杠衣服吗 那你可以想到一件事 你就想一想 这个留言 长度是不是固定的 我今天留言一万天 我明天留言两万天 我这个数据 你根本猜不到是多少 你要用微杠衣服的话 你说你怎么控制 哪条留言显示 哪条留言创建 哪条留言删除的 你无法控 难道你要跟我 创建一万个变量 每次创建一个 一条数据 就要创建一个变量 创建一个状态 然后跟他对着的 一会让他删除 把这个状态 给他弄成false 对吧 你这样来说的话 我要创建一万个状态 这明显是不对劲的 所以说 一想到 不定长度的 就往一个点去想就行了 的数组 咱们当时引入数组 其实也是这个概念 咱们从二节奏中 慢慢一步步走来 对不对 也是因为这件事 就是我们有不定长度的东西 我们又通过数组 我可能在之前的这个例子上 给你做一下演示 才能同学 可能一下就想到了说 我感觉已经有思路了 比如说我要往 这个地方 新添加一条数据 大家知道 他已经跟data 类似的已经关联了 他已经跟我们这个data 类似的这个状态 已经关联了 我一样在空间中 先访问一下 我不能删掉他 vm 我先访问一下 data类似的 刷新之后 vm.data类似的 大家说 科学你能访问到这个东西 data类似的 能访问到他 那现在想一想 我怎么让这个列表变长呢 我要再新加一个717 我根本就不需要去改变 什么盗墓节点 因为数据对应盗墓节点 我只需要操作这个原始数据 往里面 push一个 汇车之后 就完事了 同样的 你想想 如果我要让你删除 来 我现在问你了 我要删除222这条数据 请问怎么做 有朋友想到用什么shave的了 有朋友想到用splay似的 对不对 你shave的呀 他只能从最头上删 对不对 还得一个 你这样的话 相当于你把我11给我 你能做到 删到11 删到222 这在最前面的话 你再给他贴下一个111 对不对 所以在这块的话呢 写好多方法 咱们可以用这个splay似 一步到位就行了 点 splay似这个方法 第零 从第几个位置删这个 写错了差点 从下标为1的这个位置 删除几个呀 删除一个 用不用添加一个新的呀 不用吧 然后添加就变成替换了 好 回这之后 回这之后 22被删了 那现在我要你替换333 把333给换成这个44 你会换吗 删除 从第下边为1 这个位置开始删 删除一个 并干什么呀 添加第三个参数 回车之后 就想替换了 大家会发现呀 其实这个 盗墓操作 对不对 多麻烦呀 而我现在通过改变数组 我数组都会操作呀 继续用这些方法 push splay 相当于你之前 所有的数组方法 只要你会的 这个页面盗墓 你不会都可以 因为你在这块 你完全可以通过 操作数组用法 直接改变这个 盗墓操作 这多好呀 甚至是我要 清空掉这些东西 vm.data list 干嘛就行的呀 清空掉 我直接复制 这个空数组 这不是完事了吗 对不对 所以在这块 对你来说的话呢 你想的啊 尤其这种不定长度的 不管是这个 留言板也好 还是咱们所谓的这种 相当于购物车 一点点加购物车 购物车将来的东西 越来越多 又一条数据 购物车 又一条购物车数据 又一条购物车数据 一直会变多的 就用味道放 然后利用数组的一个 长度来做这个事 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 我们来把这个 结构来给它写一写 你将来会发现 咱们代码将来 会写的越来越少了 用这个 尤其对比你的VoE的写法 你要你不能不对比 你要不对比的话 那我没招 对吧 你要光这看这个 好了 最基本的结构 是在这里 咱们布局就没有什么 简单的 没有太强大的一个布局了 就一个非常简洁的 一个布局风格 TXT OK在这块 我写一个Button 那在这个Button中 我写一个按的 这样一个按钮 好 在这块写一个UR 你也知道 我嘴被是心电 这样一个列表 而这个列表 咱们刚才已经分析出来了 别去想什么 味道异服的 就用数组多好 老二试试用数组 咱们先把这个数组 给它写出来 一眼二没有写 一眼二 因为咱们要出手画的 是这个叫 紧号BOX 这样一个节点 怎么没有打出来 我这个引 紧号BOX 这样一个节点 在这块有一个 Data Data 类似的 数组中 一一二 初始值 你先写个 让它有点能渲染出来 至少证明你写的没有错 代码第一次写的时候 肯定会觉得好怪呀 Data 印 Data 类似的 然后用双大括号 把这个Data 给它写出来 OK 我们现在把这块代码的右键 我们运行在浏览器中 运行 至少我证明了 我这个数组没有错 而将来我新点击按钮 添加一条数据 我就会在这里 VM.Data List 然后点Push 新添加一条 333 那可能我就成功了 对不对 VM没定义 是不是 VM定义一下就行了 VM定义一下就行了 你刷新之后 那可能我就成功了 这咱们刚分析出来 这样一个结果 现在证明它好用了之后 把这些充数的这样一些数据 给它删掉 这才不是我想要干的事的 因为我要点按钮 才往里面放往第一个数据 所以等咱们这个 第一次出始化的时候 大家看一下 Data in Data race的 大家想一想 RI会不会创建几个呀 我今天这个数组是空的数组 创建几个呢 Data race的数组 长组是零 RI会不会创建呢 零个 零个 再讲道理 速度长组是零 你怎么能控制出一个来呢 你让我显示啥呀 显示 显示那个什么 幻影留言 对不对 显示有R R不能有了 接下来 你要做的是 就剩下一件事的 你在控制台中操作这个值Push 你现在不能通过控制台来操作 你要通过这个按钮来操作 大家说通过按钮来操作 也会 我们刚讲的这个视线绑定 按的符号 Click 在这里的话呢 来进行一个 handle按的这样一个方法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方法的话定义在这里 对吧 Messers里面 然后通过我们这个 C4 点 我们在写把这个名字写出 我没写这个名字呢 大家会发现有时候我写代码的时候 会写成这样 这是什么写法 这是 大家知道正经的对象写法应该是 Monger function 这种写法 说都是这么写 我们都是这么写 咱们不在这块有一个叫什么呀 ES6 对象简写吗 对象简写可以把这个直接省略掉了 你说亲人不亲人 对不对 这样写的好用 这叫什么话 ES6中没有对象吗 啊 对吧 80岁都可以有对象 好了 所以在这块 咱们点击这个实践之后 我之前都在空谈中操作的 我现在就可以通过 通过这个Dates点 Data类似的点 Push 往里面添加一个E 当然这就是我写的一个固定的一个字 我一刷印之后 估计要好用了 点击之后 哎 还真的好用 下面就剩下一步了 我要点的时候 怎么删除 我要 是我用户真正输入的东西 把它给显示在创建的这个页面中 下一步就是 我怎么来获取这个 对吧 怎样来获取输入框的这个Value池的 活儿来了 获取Data类企点 但是 获取Data类企点你还别说啊 你获取Data类企点 准好用性吗 咱们这运行在DS 运行在软件中呢 我连标准方法都不敢用了吗 我别说话肯定敢用的 但你这样写完之后的话 人家只能说你 不会 对不对 你不会 为什么 对不对 你连这个东西都不知道 哎 这块的话 咱们要说的一件事 我听有同学刚才已经说REF了 REF是在咱们应该是后面讲的 再去讲这个REF的一个用法 咱们在这块的话 是讲的一个指令 我这个指令 好像没写在这儿 在后面中 咱们现在就可以用它了 Way-model Way-model 一看Way-model开头 您熟悉的 Way-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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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也是VoE的 那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 我现在 Way-model 肯定是跟着咱们一个状态 我这个状态随便写上一个 my text 初始值 我是初始值 好大家来看一下 我现在把my text的 注意这是一个状态 我放在这个位杆 猫到后面 一刷新页面之后 不是在这 在这里 一刷新之后 大家会发现 我状态是这个值 它这个Value值也会跟我绑定成这样一个值 我状态是这个值 它这块也会改成这个值 同样的 我现在在这 改这个状态 VM.my text 如果改成11呢 它真听话 我状态改了 这个Value值就会改变 大家说 既然我对你这么好 对不对 那在这块的话 你对我怎么样呢 也就是说 你在这块改完之后 你会不会让我也改呢 我现在在改的是Value值 大家再访问一下这个状态 VM.my text 你会发现 他们俩相当于呢 同根生的一样 我改变 你也改 你改变 我也改 对不对 那在这里的话呢 大家其实在这块 咱们有一个专业的一个叫法 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咱们所说的 双向数据绑定 有没有觉得这个词很耳熟 还行 这上午刚讲的 对不对 还热乎着呢 双向数据绑定 从这个名字上来看的话呢 你也能够想象到 他至于对于咱们这个输入框的一个绑定来说的话呢 它是一个什么呀 绑定的是咱们这个Value与状态的一个绑定 与状态的 咱说怎么叫双向呢 怎么双向理解的呢 你想呀 状态改变 状态现在处置值 我是处置值 OK刷音之后 我要是状态改变 改成R 大家会发现Value值被影响了 这是一个方向的 相当于我改变之后 你改变了 反过来之后 你也改变了一下 你改成333了 你会发现反过来呢 也会自动于我们这个状态 Om MyTest的 自动的变成333了 所以相当于的话呢 我根本就不需要获取输入框的Y6值 你只要在输入框打上什么值之后 我这个状态会时时刻刻的 跟着你来变化 跟着你来变化 对不对 这俩的关系真是特别好 对不对 你变他就变 他变 这个也变 对吧 那这种关系 对吧 所以在这块的话呢 对吧 这个东西叫双向的 因为我可以状态改变 影响Y6值 Y6值改变也会影响状态 因为你改变输入框这个地方 你改的也只是Y6值 你千万别忘了咱们原生GS中 我得输入框 输入中心的东西 这是一些Y6值而已 所以用上这个位杆毛岛之后 你可以轻松的拿到这个输入框 Y6值 而利用这个位杆毛岛 我再让你做一个登录注册上一个页面 登录输入框 密码输入框 一点击提交按钮 请问 怎么获取输入框的Y6值 这每人绑定一个位杆毛岛 一个绑定一个内幕的 user内幕的 一个把那个password的 一点之后 输入用户输入买什么东西 我就提醒那样状态就行了 所以同样的 我想知道用户到底输的一个是什么值 我只要在按的这个视线中 我就打印这个状态就行了 因为我已经受到你的影响了 你知道吗 咱们保存一下之后 你看看 我刷新之后 我现在点 我现在点这个值 我现在我现在点这个值 我没保存啊 我怎么又没保存 保存了 保存下代码 刷新之后 我再一点 我是处置值 当我改变这个值111之后 你知道那个状态就被你影响了 你现在一点之后 打印的就影响后的那个状态了 我再点这个 对不对 你完全可以获取到这个值 所以我说了什么登录注册 你就这样把那个状态之后 完全改变 这个值就拿到它了 你知道吗 你快要成功了 你就拿到这个值了 你说你下一步干嘛呀 把这个值 哎 马安泰克斯的 复制到这个数组里面 改变数组 就会驱动我们的这个页面的一个更新 对不对 大家别忘了 咱们今天上网的原理 别在这用惯了之后 早就忘了 数组一旦被改变之后 拦截到这要改了 别改 我要通知一下 文静哥什么 这个watcher 调用重新渲染函数 创建虚拟 到我们对比完了之后 发现真的有东西要创建出来了 才创建 就这一套过程 挺麻烦的 好 所以咱们在这测试一把之后 从这个 我们不应该设处置 一一二 对不对 在这不知不觉的话 那就成功了 对不对 空 我设置一个空啊 你想想你空是什么呀 不就没东西吗 对不对 这你的代码没有做限制的 对不对 你要想做限制的话 你就可以在这写一写 对吧 其实有同学在这想说 如果要排掉的可不可以呢 咱们可以想一想 假如说这个排的方法有这么几种 你可以在这一块 如果判断这个 这一次点买Tex的话 如果是一个空的话 咱们可以选择不往这个数字里面去push 这是一种方法 对不对 这完全可以做到的 还有种方法 空我也往数字里面去push 只不过说空的话就不显示 哎这样行不行呀 但这样做其实不太合理 因为你数族是有了 我弄一个位干衣服 这是我想证明一件事 位干掃跟位干衣服 可以一块去用 我把这点写在这 他说我这样能不能实现呢 所以说我在这刷新之后的话 正常的一一这些的话呢 只要有值 显示是没问题的 那万一这块是一个空的话 我一点之后 对不对 大家发现这个显示不工作的 但是你的data类似中 确实已经被添加进去了 很多很多这种空的 你都能看到这个代码 那我现在问你 这个数字在变利的时候 你自己来选择一下 这个数字在变利的时候 本来要打算创建出20多个数字的 没想到咱们有一个限制 叫位干衣服等于data 等它变利到第三个的时候的话 发现位干衣服等于空 位干衣服是真还是假呀 空字不穿是假 所以这个表示位干衣服为假 那这个LR会不会创建吗 不会 就在这可以 但在这的话 这种做法不太好 对不对 但你要知道位干衣服 可以跟位干包去用 位干包 嘴被开始变利 这所有的东西 全部给你渲染出来的时候呢 位干衣服过来了 说 你我得看一下这里面 有没有不合格的对不对 我要人为的来过滤一下 对吧 这个不合格啊 不要你显示 这个不合格不行 你不能出场 这个不合格你也不行 啊 所以你可以认为先执行位干衣服 位干衣服 先执行位干包 位干包的话呢 在变利的每一个值的时候 位干衣服就要来拍个拍头来检查了 这个行法也可以 但是这块还是对应的 其实如果是空的话呢 对吧 你最好可以把它给加到这个宿主中出去 OK 这是这一个做法 对吧 刷新之后我们就成功了 好 下面这个问题就是删除 删除 删除之删除的时候 咱们一样的要除了便利出 因为咱们要每一条数据后面都要出现一个删除按钮 你不能说来一个大的删除按钮 你要每一个里面都来一个删除按钮 那在这一块的话呢 你在位干Li便利的时候 Li里面不是说只能放一个双大块号 就放不了东西的 你除了放一个双大块 你可以放任何标签啊 都可以啊 咱们在这块没有什么美化的一些标签 就一个普通的按钮 我一刷新之后的话呢 对吧 创建出来之后 后面还会跟一个按钮 我要的就这样一个效果 就这样一个效果 这个盖是必须要加的吗 这只是我为了分开这块 所加了一个盖连接符 加了三个盖的 这样来说的话都完事了 那接下来对大家来说的话 其实做不成功的嘛 你想一想 光靠我们现在这点东西 想做出这个效果的好像差一点 我现在确实能创建出来 我点这个 删除这条数据 我用splace 我点这个 删除这条数据用splace 我点的是哪个呀 我得知道我点的是哪个 有可能想说我点的时候 我能够把这个 当前点的这个值传过来 这个可以 那咱们还是传双引值 也就是说你至少得知道 你点的是第几个双引值 通过所引值用splace方法就 就太好了 那所引值怎么来获取呢 对吧 其实咱们这块还没说完呢 这个data印 data类似的 拿到了只是这个 这个里面每一个 数中的每一个值 而在这里的话呢 再来一个逗号 index 对不对 index你觉得是不是固定的写法呀 对吧 他只会区分你第一个值 放你四中的每一个值 index放你里面的每一个所引值 只要能打出这个index来 我相信后面代码的话 是不是快要成功了 那咱们刷新一下 先看一下 刷新之后 1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1 再来一个 2 是不是就这个所引值呀 没问题 就这个所引值 而在这里面的话呢 咱们这样去写其实没问题 只不过后面咱们学那个 eslens的检查工具的时候 他一检查你这种写法 就认为你是一个不规范的一个写法 最好加上一个小括号 那表示这两个是一体的 要不然检查的时候会出错 所以咱们现在就要告诉大家这种写法了 data括号里面去写 他大家说我知道这个了 那我得绑定是件吧 删除是件 andclick handle dr click 是件 小括号 要用 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要 传上这样一个值 写上这样一个函数 同样我用es6对象写法之后 我要是打印 大家知道这是一个 缝循环 应该里面 每一个按钮都会绑定这样一个删除事件 都会绑定的 所以我一刷新之后 这个结果的话呢 是在我预期之内的 因为每个都绑定了 就同一个删除事件 点击这个要有 点击这个也有 但我得知道 我删的是第几个 我删的是第几个 那你以为在这块 函数 小括号都要用 这个小括号放在这 就是放一个孤零零的小括号吗 你能不能传着有效的东西传过去呀 把引带的放在这里 大家就会发现 我们这个函数 就会得到一个 对不对 一个行餐 那这个行餐的话呢 就是当前这个索引值 如果都能得到这个索引值的话呢 你也就知道 就差最后一步了 我都知道 我点的是第几个索引值的 我点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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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引值我都知道了 删除这也好 就差一句话了 给你一个索引值 怎么删除 数字中对应的这个值 一个人打错了 这是正常的 两个人打错了 这也是正常的 误出来了 Splice 咱们从这个索引值开始 删除一个 就完事了 就 就在这里的话呢 一刷新之后 是 删 对吧 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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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来说的话呢 就做完了这一个效果了 就完这个效果了 好了 感谢您说的 对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